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助理分析师Clara Wang 澳洲加息结束,何时降息? 今天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下午2点半 澳联储在本次澳大利亚央行利率决议上宣布 继续维持利率4.1% 这是澳央行自7月开始连续第三个月暂停加息 可以说标志着澳大利亚的本轮加息周期结束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央行行长即将交棒 现任澳联储主席菲利普洛即将卸任 澳大利亚64年来首位女行长Michelle Bloch将于9月18日开始履职 所以说,本次如果真的是最后一次加息的话 菲利普洛可以说得上是有始有终 他承担了加息的一切 根据AXX利率观察工具认为 澳联储本次维持利率的自然是绝大多数 达到86% 本次利率决议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而另一边则是认为澳联储降息 注意是降息至3.85%的概率为14% 也就是说,目前市场关注的点不再是是否加息 而是何时降息,或者说高利率将维持多久 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还是先要了解判断澳联储结束加息的核心三大原因 通胀数据超预期降温,劳动力市场降温,以及美国同样临近加息尾声 先看澳洲方面,澳大利亚7月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超市场预期放缓 自2022年12月CPI8.4%峰值以来 澳大利亚通胀正稳步进入下行通道 此外,7月份澳大利亚失业率数据上升0.2% 达到3.7%,就业市场显示出转折点的迹象 通胀放缓叠加失业率上升 这两个数据的走向表明澳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已经奏效 且达到其目标 再来看美国方面 上周美联储制定未来货币政策时的两大经济数据 美国经济GDP及就业市场数据双双降温 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政策转向在即 40多年来最接近的货币紧缩周期终于要结束 因此无论是从澳洲本国的经济数据还是美国作为货币政策主导的趋势来看 都明确了加息周期基本结束 那么在澳大利亚高利率即将维持多久呢 Westpac息态银行的分析专家 Bill Evans认为澳联储将维持4.1%的利率直至明年9月才有可能开始降息 而从过去50年的历史来看 澳联储利率在其周期性高点的平均维持时间约为9.8个月 按照这个平均值推算的话 高利率也至少将维持到明年的4到5月 高利率的延续对于大家的生活成本以及房贷肯定不是好消息 而我们知道投资打的是一个预期差 因此在利率转向的当下时点 市场风险偏好受到提振 股票市场是我们投资者必须要开始关注的方向 澳股标普200指数在上周实现周涨幅2.29%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 欢迎咨询GoMarkets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